大家好我是冯马谦 今天分享鬼马咕噜肉 首先来讲一下这个鬼马咕噜肉的材料啊 我们这个是芒果肉切成三角形 这个是炒过的芯片 这个是五花肉 动硬了用刨片机 刨成这样厚厚的刨片 这个是蛋黄 这个是干淀粉 开始 我们拿起这个猪肉一片 然后先放一点点生粉这里 三角形的芒果 放上去 芒果跟芯片叠在一起 剪成三角形 再这样折 开口这边又折过去 好像裹那个三角粽一样啊 对了 没错 再来一点蛋黄 沾着它生干淀粉 再来 OK 这个什么叫鬼马呢 中国的语言 特别是粤语它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平行去解析一下 裹好的三角形就放在这里啊 每一片都是这样啊 先沾粉就包锅滑跑了 它为什么叫鬼马呢 鬼马就鬼马就在这里了 中间一吃它酸酸的解粒啊 口感非常丰富 好了这个包好的咕噜肉呢 我们提前把它炸好 这边烧油 这个旁边这个是油炸鬼切成薄片 炸得它嘎闷脆 油温不要太高六成就好了 好了先把它炸定型 炸熟以后把它捞起来再用啊 哎鬼马咕噜肉又来当了啊 我们的材料就有菠萝 这个是彩椒 洋葱 还有糖醋 菠萝肥水啊 放点盐 倒出来 把刀这里 好先泡着 然后把那个洋葱辣椒煸一下 放点盐 好倒出来 用漂亮的油 凉油下锅啊 什么分量啊 这么多啊 海份啊 这个是几天炸好的啊 凉油下锅不要太高油温 这个翻炸的 拉起来 先让它收热一会 慢慢整一下 能够有病引头去 好开火 一起把它升起来油温了 开最大火 一边炸一边用过产料 开火 逼它开火 好先撈起来 好 辣椒价放下 把油倒起来 那个蜘蛛油 烧油蛋 把小麻刀 那个水擦干了 烧完它 好 不会有水啊 麻刀啊 会爆到你了 放在那儿 好 OK 好 抖起来 糖醋 糖醋 OK 不要太多 哎呀 不要放下去了 焦了 不要太稠了 OK OK 差不多了 放下去 OK 老药药药药药 漂亮 OK disconnect Tah水 製它 用锅铲兜它 让它包裹均匀了 可以的了 漂亮 到了 来 起锅 等一下 把那个没有鬼啊 搞点鬼下去 收到 不是 垫底啊 收到又做不到 好 OK 来 到时候 都吃这个薄脆 都不吃这个肉啊 好 表面再撒一点点 它底下吸收到这个糖醋 就很香了 OK OK 拍个亮照 等一下 好了 走菜 走菜